下面就来谈一下未来气球发展的方向 未来气球的发展方向 首先就是地外的这种深空探测 我们知道火星有稀薄的大气 土威六也有大气 而木星土星海王星和天王星 本身就是气体行星 如果我们想长时间对这种类型的星球 进行大气数据的采集 使用气球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手段 另一方面就是科学家设想的 首个月球或者火星的基地 也是运用了超压气球的这种技术 那么大家可以看屏幕 屏幕右下角这一块 就是日本的科学家设计的 未来月球基地的这么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 它首先就是在外层 类似超压气球气囊的这样形式 有这么一个半球形的外超压气势 那么在这个半球形的外超压气势 内部还有这种玉米形的这样的超压气势 这样的话相应来讲 一方面是降低了每个超压气势所承受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可以提高月球基地的可靠性 以及对应突发情况的能力 这就是在地外深空探测这方面的应用 此外未来气球还会在高空气球互联网 预警雷达平台 还有为远程精确打击火力 提供瞄准信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高空气球互联网这个概念 实际上有点类似于马斯克的Starlink 这个最早是谷歌提出的 并且做了一个叫做LOOM设想 当然现在这个LOOM停止了 但是到2022年的时候 谷歌又启动了一个Layer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实际上永远是打算通过气球来实现上网 让气球成为一个ISP的基站 屏幕的右下角显示的是气球 用于提供远程预警的这么一个设想 当然屏幕上现在你看到的可能像是一个飞艇 但是如果要是使用气球 这个效果基本上是相当的 位于屏幕中间这一部分 是设想的对于为远程精确打击 提供瞄准信息的这么一个设想图 这些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些 发展方向上的设想 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高空气球的组成 大家可以看屏幕 那么实际上高空气球 主要就是包括了第一个就是气囊这一部分 第二块就是携带的这些载荷 当然携带的这些载荷的话 又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实现对气球的飞行进行控制 然后数据进行记录的 这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有效载荷 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来设想一下高空气球 基本上的组成的 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下高空气球 主要的组成 我考虑的高空气球应该主要分成这两大块 第一个叫做气球平台也就是气球本身 第二块是应用负载 那么应用负载的话根据不同的用户它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 搭载不同的负载 如果你比方说你希望获得光学成像的信息 那可能就会搭载相应的光学成像的设备 如果你想进行一些雷达方面的探测 那你可能会搭载一些雷达设备 如果你想进行一些电磁信号的探测 你就可以搭载相应的电磁探测设备 依此类推 我们主要还是来探讨气球平台 一般这个气球平台可能会包括些什么东西 至于应用负载这一块主要还是要根据用户的气球来确定的 对于气球平台来说 首要的实际上就是气囊 而且我们要根据预先设定的工作高度和承载能力 来考虑气囊的尺寸的问题 第二块实际上就是要为气球的其他的控制气球飞行的这些设备 以及应用负载提供一个安装的基础 所以气球上肯定要有一个相应的结构的构建 第三块就是要为气球平台的其他系统 还有应用负载进行供电 所以气球平台上肯定要有一个供配电系统 这个供配电系统 大家可以参考最近比较热的这几个气球 那么它一般有太阳能电池板 还应该具有的就是包括了UPS 不间断电源以及像DCDC 当然对于一些特定的用电要求 供配电系统里可能还要搭载一些其他的配套设备 第四块就是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一般主要包括控制的主机 还有相应的各型的这种传感器 那么对于高空气球来讲 它要控制的数据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搭载的传感器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主要包括风速传感器 包括横风传感器 包括气囊内的这些气压传感器 包括温度的传感器 包括惯性传感器 包括加速度计 包括供电的这类电压的传感器 电流的传感器等等等等 它会搭载很多很多的这种各型的传感器 只有获取了这些数据 然后气球的控制系统 才能够根据这些参数来发出相应的控制指令 这就是控制系统的传感器这一部分 另外控制系统里面还会包括一些执行器 这些执行器如果要是反映到电机上 可能是一个驱动器 如果要是反映到相应的电磁阀这一块 可能就是一些寄电器 所以控制系统基本上要包括于这一类的东西 再往下的实际上是一个供配器系统 那么供配器系统实际上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在控制系统的控制下 由供配电系统来执行 对气球进行充气或者放气的操作 来实现气球高度的了解 那么这个供配器系统 它实际上应该主要包括气瓶 这个气瓶又有可能包括了氦气瓶和空气瓶 然后包括压气机 如果你配备了空气瓶的话 你肯定还要配备一个压气机 这样我在飞行的时候 如果希望降低气球的高度 只需要启动压气机 通过压气机向气瓶内压气 等于就是增加了整个气球整体的重量 这样就实现了气球高度的降低了 如果我这个时候想让气球的高度升高 我只需要把空气瓶内的气体冲向气球的空气囊 等于转化了一部分体积变成了升力 这时候气球的高度就可以上升了 这就是供配器系统 还要包括定位定向系统 气球在空中飞行 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所处的位置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定位信息 这个定位信息 现在由于有GPS 格罗纳斯或者北斗 还有伽利略 是比较方便 很容易就可以实现的 那么气球上会怎么样去确定方向呢 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在远端安装两个 就像我在屏幕上所示的这两个 安装两个卫星定位的接收机 那么根据这两个卫星定位的接收机 数据信号的差值 我就可以计算出卫星信号接收机的连线 所形成的这条直线与北向的夹角 这就是定位定向的这么一个工作原理 还要安装相应的动力系统 也就是我在图上所示的这两个东西 动力系统前面已经介绍了 因为气球它主要的这些航行 还是要靠气流的 那么这个时候安装动力系统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它主要的作用是当你找不到符合条件的 这个气流方向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高度到一个比较稳定 气流比较平缓的层面 这时候再启动你的动力系统 向相应的方向进行飞行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 动力系统和结构构架不是完整的 刚性的连接在一起 动力系统可以在构架上进行相应的摆动 那么这个摆动的话 就可以造成整个这个结构构架的姿态进行改变 通过这种姿态的改变呢 就可以满足一些特定的应用要求 另外呢 气球平台还肯定要具有相应的这个通讯系统 因为一方面 气球平台要把自己相应的一些飞行数据信息 发回地面的控制站 另外一方面 地面控制站也会根据气球平台的飞行番数 发出一些相应的控制信息 然后再通过控制系统 来使气球按照地面发出的指令 进行相应的操作 所以呢 这个通讯系统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任何的气球平台肯定都要具有相应的配重 这个配重是用于适应一方面 你面对不同的用户要求 可能会搭载不同的设备 不同的设备会造成相应的这个载荷变化 你为了使你自己的适应载荷变化的能力加强 就要增加相应的配重 第二点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 可以通过抛弃配重来获得相应的处置的这个时间 所以对于气球平台来讲 配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急处置手段 此外气球平台上肯定还要有相应的数据记录系统 通过数据记录系统把气球平台在飞行中的这些数据全部都记录下来 如果有机会把这些数据进行取回的话 通过这些数据记录系统 一方面我可以获得相应的很多飞行参数的信息 另一方面对于我改进气球的这个控制系统的控制策略 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此外为了安全起见 气球平台上还应该配备相应的应急保障系统 那么一般来讲 这个应急保障系统可能包括了比方说像降落伞 这样如果安装了降落伞的话 如果气球的气囊这些受到损坏的时候 我可能通过打开降落伞来保证我这些应用复杂的安全性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有些特殊情况下 可能会还会安装一些像是自毁系统 把气球平台上某些重要的部件进行自毁 来确保我需要保密的信息不会泄露 刚才介绍完了高空气球的组成 那么下面就来介绍一下高空气球里面实际上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飞行控制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有关气球的这些新闻 实际上都体现了一点就是这些气球 基本上应该是处于一种已经失控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有关气球的新闻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控制系统对于气球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系统 那么气球的一般的控制包括了高度控制 航向控制还有姿态控制 高度控制的话呢 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控制系统根据飞行任务的目的制定相应的控制策略 通过供配器系统来实现气球飞行高度的调节 大家可以看看屏幕上的这两张照片 它们的外形尽管稍有不同 但实际上这两个飞艇吧 我们叫同样的一个物体 尽管它是飞艇 但是它高度飞行的控制策略呢 实际上还是同样可以应用在气球上 所以我就以两张照片来向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现在屏幕上的照片呢 是前一幅画面的右下角的照片的局部放大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一个空气的气囊 那么我们需要高度调节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空气气囊的这个冲气或者放弃 大家先看左上的这张照片 首先它主体是一个鱼雷型的这么一个飞行物 但是在这个鱼雷型物体的这个腹部 实际上大家还能看出来 鼓出了这么一个小包 那么这个小包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气的气囊 而鱼雷状的这个主体呢 是一个氦气的气囊 在实际的使用中 通过对空气气囊的冲气或者放弃 就可以改变整个这个物体排开空气的体积 也就是改变了整个这个物体的浮力 这样的话通过改变这种浮力 就可以实现我们让这飞行物在不同的高度上进行调节 下面呢就是来介绍一下航向的这方面的这个控制 航向的这个控制呢 主要就包括了对流层的航向和平流层的航向 那么在对流层的这个航向呢 实际上主要是受信封和寄封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 信封的话呢 可以看左面这幅图 北纬30度到0度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信封的主要方向呢 是从东北到西南方向 北纬30度到60度的时候 这个信封的主要方向呢 是从西南到东北方向 北纬60度一直到北极地区的信封的风向呢 基本上是从东北向西南 基本上信封的风向就是常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 当然在这个具体局部和针对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整个信封来讲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呢我们在设计这个飞行的时候 如果想利用信封进行飞行 需要根据我们历史的这个数据记录信息 然后呢来设定相应的方向 第二个呢就是寄封 寄封的风向呢实际上随着季节的不同 它是不同的 在1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的亚太地区 它主要这个风向呢 是包括了有西北向东南方向 也还有在南亚次大陆方向上面呢 东北向西南方向 到了7月的时候呢 季风的风向呢就会反过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实际上由于海洋的这个热容量大 而陆地的热容量小 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 陆地上就会形成相应的这么一个高压区 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向低压区进行扩散 那么在7月的时候呢 还是同样由于这个海洋的热容量大 在7月份的时候 海洋上的温度呢就会比陆地上低 这时候海洋上形成一个高压区 而陆地上形成一个低压区 所以气流的方向就相反了 刚才说的是在对流层的航向控制 那么在平流层呢 实际上就是北半球的这个气流方向呢 都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 而南半球的这个气流方向呢 就是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流动 这其中的原因呢 我在我前面的视频里呢 已经有个相应的一些介绍 那么大家呢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找一下那个视频 然后看一下 下面呢 我们来聊一聊地球的飞行的这个姿态控制 实际上与飞机的飞行的姿态控制不同 气球飞行的这个姿态呢 如果没有应用负载的这些要求 气球的飞行姿态是基本上是不用控制的 因为本身负载呢 和气囊是一个柔性的连接 所以你即使控制了负载的这个姿态 你也不能去控制气囊的姿态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需要让我的负载某个观测设备指向一个特定方向的时候 这时候呢 就要用到了这个姿态的控制 那么大家可以看屏幕上这个ZF公司的这个飞艇呢 它在两侧有两个小螺旋桨 嗯 就是这个 这样的话呢 它就实现了这个飞艇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航向的这个控制 那么在气球上实际上也一样 我刚才在 我刚才在介绍动力系统的时候 就也已经介绍到了 就是呃动力系统和这个结构构架呃不要刚性的连接在一起 而是通过一个类似云台这样的设备来连接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的动力系统的风扇 实际上可以相对于你的安装支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摆动 那就可以实现对这个有效载荷的姿态进行相应的调整 也就可以去满足应用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